备受期待的iOS 15.4正式版终于推送了 来给你总结这一版本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新功能与变化 首先是戴口罩使用Face ID iPhone 12 iPhone 13系列机型 升级iOS 15.4系统后会出现设置Face ID的界面 就可以选择戴口罩使用面容ID 录制面容时不需要戴着口罩 有戴眼镜的话则要录入美服眼镜的面容 以后戴口罩时 iPhone通过识别眼镜周围的特征进行认证 速度几乎和以前一样快 不只解锁iPhone 任何需要Face ID的场景戴口罩都能识别 不过仅限iPhone 12 13系列机型支持 iPhone 11机以下包括iPad Pro无法使用该功能 iOS 15.4还加入了一波新的emoji表情 例如怀孕的男人或者说吃饱了的男人 敬礼笑着哭歪嘴笔心等等 升级以后就能用上了 苹果春季发布会为iPhone 13和13 Pro加入了新配色 iOS 15.4系统的自带强植也进行了更新 出现了绿色版本的强植 iPhone 13机型可以换上 在之前的系统中 快捷指令自动化执行时每次都会出现通知 升级iOS 15.4后可以对自动化规则单独设置 关闭运行时通知 这样以后就不会被打扰了 iPhone XS机以上机型 升级iOS 15.4后离线使用Siri 支持提供时间和日期信息 另外如果Siri语言是英语的话 还多了一种中性的声音 汉语的Siri仍然只有两种语音 另外在备忘录中 点击相机按钮新增了扫描文本功能 可以直接通过相机取景框录入文本 应该是A12G以上处理器的机型才会有 包括新增提醒事项时 也可以使用扫描文本 升级iOS 15.4后 添加AirTag防丢器时 iPhone会出现一则提醒 告知用户用它跟踪人是不允许的 通知列表也加入了跟踪通知设置 iPhone检测到周围有陌生设备跟踪时 用户可以自定义通知提醒如何展现 查找App我的界面也加入了设置入口 支持5G网络的iPhone机型 以前可以开启允许使用更多数据 使用蜂窝网络下载系统更新 那些不支持5G网络的机型 升级iOS 15.4系统后 同样可以通过蜂窝数据下载系统更新了 iOS 15.4系统值得注意的变化 大概就是上面这些 这一版本也修复了一些问题 包括很多人遇到的iPhone储存空间不显示 苹果终于修好了 首次进入会等待较久的时间 打开都能快速显示 另外部分iPhone13用户遇到的粉屏问题 我看有使用15.4测试版的用户说 不再出现粉屏 因为我没有遇到该问题 所以粉屏有没有彻底得了解决 还要看更多人的反馈才能确定 我从iOS 15.4测试版用下来 流畅度一直都不错 续航没觉得有提升 比较一般 这可能与应用陆续支持高刷新率有关 总之iOS 15.4在所有iOS15版本里面 体验是OK的 所以我个人比较建议 正在使用iOS15系统的用户 升级到15.4 尤其是iPhone13机型 没必要停留在旧版 已经升级的小伙伴 来分享你自己的使用体验 或者遇到的问题吧